看一下白云 看这里 路两边全部都停满了车 这个时候路又窄 所以说导致抖车 哎呀不要撕了 全部抖在这里了 这车太多了 这路太窄了 路要加宽到3米3米5的话 就不会这么窄 这一街终于畅通无斗了 这两个车都没走你走哪里去 现在这里是一条单古车道 现在这个车 从这个单古车道驶过来了 所以这个车一个进 一个退 两个人抖到这里了 水的框架上 全部都抖了 应该抖了一两公里 今天清明节上坟的人比较多 所以说很抖 抖了一个小时左右 路终于通了 主要就是路有点窄 然后的话 在家这两边的很多个乡村 有的人要进来 有的地方要出去 特别入到这种三叉路口 有的车进出 就非常的不方便 都抖在一起 因为没有红绿灯 在家路又比较窄 可能又入到一些 像我们这样的新司机 更加的心理紧张 所以导致的话 一抖上之后就很难疏通 刚才过来的时候 在下面那个路口 就入到了一个司机 不知道他是赶时间还是怎么 本来是单古车道 像我们这些车的话 都是靠右边挺好 过去的车的话 就靠左边走 所以说这个司机 直接从左边往前开 开到前面 入到一个 汇车过来的人 两个人正好搅到一起 当两个人搅到一起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 谁都不离让 所以说抖到这里 搞得前面的车过不去 后面的车出不来 所以在那里 又耽误了很长时间 因为后面的车 看到他也是 往这旁边开 人家也想赶时间 往前面走 结果车越来越多 后面车也是越来越多 两边的直接就形成了 两股车道 两辆车就聘在一起了 所以导致后面就很难疏通 再说的话 这会儿的话 又没有人在下面指挥 所以说交通就疏通不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像这种路的话 大家还是要自觉 如果说每个人都赶时间 不遵守这种交通规则的话 都要你行我受的这种性格的话 我觉得是不行的 本来道路很窄 大家都排下队 让对方先过 一步一步的走过去的话 我觉得也不会倒置这么拥走 还有就是路本来就比较窄 很多人停车的话就很随意 觉得在农村随便怎么停 反正也不会受到处罚 就是为了方便自己 而不考虑他人的感受 这种行为我觉得也是不妥的 在家路上有摩托车 电动车再加小车 所以说路上随便到处烂停的车辆太多了 就好比这个车一样的 你停在这个位置 前面的车又停在那里 所以说你导致左边右边的车 左右汇车都非常的困难和吃力 如果大家开车的人都遵守交通规则 数字高一点都做到你让 我相信道路虽然是很窄的 但是汇车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最怕的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 而且这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你真的不好去说 说吧你觉得他比你更有理 所以说很多事情还是要自己遵守一些规章吧 只能说入到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 受制低的人 我们只能用一句话形容 对他太无语了 你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我们乡下的这个路 一般平时没有这么多车的 主要就是过年过节车就特别多 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条件都好了 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一辆小汽车 很多人又在县城买了房子 住在县城小孩读书 有时候逢年过节回到农村 一家人谈剧 特别像清明节这种大的节日 要回乡下去走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家家户户开车 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 全部武装上阵 所以导致露口的话就拥堵不堪 希望大家都做到文明礼让